先不要划走哟,也许我分享的日本那些事对您很有用 哈喽,各位亲,我是飘在日本的娜娜 今天我想给您分享的是什么呀 就是娶一个日本媳妇真的就人生圆满了吗 因为总是说日本媳妇不要车,不要房,不要彩礼 还能照顾家,照顾老公,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又温柔贤惠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好像也不一定哦 就是我今天晚上刚跟一个朋友吃完饭 这个朋友呢,就是也是北京的啊 他是在日本上学工作,娶了个日本老婆 听着是不是也挺好的,但是他老郁闷了 他宁愿出来说约我们小伙伴一起吃饭 他也不想那么早回家,那我们就关心关心呗 说为什么呀,是吧,然后淑姐淑姐 然后觉得他跟他老婆感情怎么说呢 结婚的时候当然很好,要不然也不会结婚对吧 但是结婚以后好像慢慢慢慢就淡了 他说他觉得这个结婚并不是有感情而引发的结婚 更像是一种合作的合同的婚姻 就是说每次他赚到钱以后,发工资以后 那个时间日期一到,他老婆就开始管他要钱,要家用 那他就得把自己的工资卡奉上 所以把他的工资卡都奉上以后 他只是留一小部分用来自己的生活 交际呀,什么抽烟吃饭呀之类的 大部分的钱都给老婆了 每个月拿到钱的那天呢,老婆是没有意见的 但是没有拿到钱的那几天就感觉对他感情淡淡的 他说他跟老婆分居好几年了 然后啊,我觉得那两个人结婚不睡在一起吗 反正中国的话应该是睡在一起吧 然后他说不是,他跟他老婆分房睡 然后呢,我说那为什么呀,他说老婆睡觉早 他回家晚,有的时候呢,加班就算在家工作的话 睡觉晚的话,也会被影响 然后如果是老婆都已经睡着了,再被他吵醒了 哎呀,就跟他发脾气,他就觉得受不了 那干脆分房睡就分房睡吧,大家也图个清静 我说啊,那这样分开的话 会不会两个人的感情就越来越淡了呀 然后这朋友就觉得说,他有很多的感情 他好爱他老婆的那种 但他觉得他老婆对他可能更多的是金钱上的依赖 而不是感情方面的依赖 然后我就想,是不是所有的日本的老婆可能都是这样的呢 我不知道呀,那这样的话不是很容易出问题吗 因为日本家庭的这个出轨率好像也挺高的吧 然后我就说,那你老婆会不会出轨了 所以对你不感兴趣了 虽然我不应该这么说啊 但是,哎呀,北方人吧,说话就是比较直接的 他也能理解,他说他老婆有没有情人,他不知道 但是他有一个小情人 啊,就颠覆了三观了 我说,那你有个小情人 那能弥补你的感情上的缺失不就得了吗 他说也不是 他也觉得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就是在很多人眼里可能觉得说 哎,家里有个贤妻 外面再有个知己 这不是挺好的人生吗 但是他说好像跟想象的不一样 虽然外面有一个不能叫做知己吧 就是可以跟他一起吃饭 可以一起去旅馆 可以打电话的这种 但是呢,好像也跟感情站不上什么边 啊,我说为什么呀 我也不明白呀 其实他那个小情人呀 是有家的,有丈夫,有孩子的 所以呢,他们约会的时间也挺纠结的 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啊,要去接孩子了 然后呢,饭吃到一半就走了 或者有的时候就说,啊,老公要回来了 然后可能想去旅馆,还没去呢 又赶紧回家了 然后呢,有的时候逢年过节的话 就是中国的男孩子 我觉得有时候蛮大气的 说给女孩子买点什么东西呀 买个包啊,买个手机啊 买个什么东西的 然后那小情人说,我不敢收 我拿回去怎么跟老公解释啊 然后就觉得好像满腔热血 付出东流的感觉 连送个礼物都送不出去 然后就觉得特别郁闷 然后我听他说,我觉得 他好像也挺好的 但是怎么会遇到这种事 我也觉得好替他郁闷 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个老婆是这样的 然后有一个小情人也是这样的 那我就是想说 那日本的这个女生对待感情这件事 诶,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待婚姻这件事和对待两性关系这个 好像跟我们理解的不是特别一样呀 如果不是这个朋友这么说啊 我觉得我是想象不到的 然后他这个小情人过了一段时间呢 就是对他爱搭不理的 然后我就说那你俩是什么情况呀 是分手了呀,还是怎么样呀 他说不知道 就是联系的越来越少 我不联系他,他也不联系我 就觉得聊着聊着就不聊了 就没劲了 然后我也不能理解啊 就是我觉得我们 比如说在国内的时候 两个人谈恋爱 那我看不上你 那就明说呗 或者说交往了一段时间 觉得咱俩不合适 那就分手呗 就是觉得好像都有一个交代 就是大家好聚好散嘛 再聚不难嘛 或者说分手了也是朋友嘛 那你说黑不提白不提 这事就消散了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还是说人家认为这个就不叫个事 还是说这就没开始 完全是我这个朋友一厢情愿呢 我就不能理解了 所以呢 我觉得也可以分享出来 跟大家说说 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 就是说这个日本夫妻结婚以后 他们就是过自己的小家 然后呢就没有什么大家什么事 好像也不养父母 因为我这个朋友他父母就是特别开心嘛 来日本看他 就来他们家了 结果他上班去了 他媳妇在家 因为都说好了嘛 让爸妈就来看看住进来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他媳妇就没让他爸妈进门 你知道吧 哎呀给这俩老人家气的 然后就没怎么着就回去了嘛 然后我这个朋友也好郁闷 为什么不让进门啊 他媳妇就觉得应该是给老人家订个酒店啊 不能让他们住在家里 觉得家里挺小的 那么多人住不下 然后我朋友就说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那你至少是说 先把老人家放进来 给他们倒点水啊 吃个饭啊 大家其乐融融的聊一会儿 第二再把他们开开心心的送回国 不就得了吗 你不让人家进门是什么意思呀 那你让两个老人家怎么想呀 你让人家怎么去啊 那日本媳妇说 那我不管 她说这个是我们的家 你知道吧 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小家 跟以前的大家就没有关系了 然后说的我这个朋友就觉得 啊 那这么着以后 可能给父母养老这件事儿 也很难做到呀 她就觉得哎呀 好郁闷呀 好郁闷呀 所以今天就找我们出来吃个饭 喝个酒聊个天 所以啊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虽然媳妇不要彩礼 不要房 不要车 但是呢也不养父母 也不让父母来看 每个月要求拿走你全部的工资 只给你留一小小点的生活费 那这样的生活 你愿意吗 那这样的老婆 你愿意娶吗 所以啊 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呢 可以给我留言哦 还有啊 记得帮我点关注转发 还有点赞呀 那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吧 就这样啦 拜拜喽